我是必須講我的實話 它不是一個難用的產品 但是它不是一個必須的產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楚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眉筆 大家看到標題就知道 它是Benefit的這個新出的眉筆 這個眉筆它在澳洲的售價是55元 比那換算成台幣差不多是1200多塊 我個人認為眉筆只要超過500塊 我就覺得是一支非常貴的眉筆 要是我沒有要拍這個影片 我根本就不會去買這一支眉筆 因為我覺得它實在太貴了 我唯一那個買過最貴的眉筆 是Anastasia的Brow Weeds 那那個在澳洲的售價是38澳幣 那換算成台幣是874 跟Benefit這支眉筆呢 足足差了也有400塊左右 但是這支眉筆特別的地方呢 是它有四個顏色 我買的色號是Blonde and Light 我在台灣的Benefit官網 還找不到這支眉筆的價錢 但是就是我以澳洲澳幣算回去 在台灣我猜也差不多落在1100到1200之間吧 這支影片就是有等一下我會把現在的眉毛卸掉 然後用這支眉筆實際畫給大家看 還有最後的心得 但是先來講一下這支眉筆 它是有四個頭嘛 這很像我們小時候 就是讀書的時候在用的那種 紅黑藍還有一支 鉛筆的那種筆 我覺得這支售價會這麼貴 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啦 它把很多成本放在它的筆的本身上面 那因為它這個是推出來 它是這樣轉出來的 那轉出來就不能再轉回去囉 所以我沒有辦法轉出來給大家看 它到底有多少 要是我閒錢我就很想要買一支來 然後就看它能畫多少個眉毛啊 但是我沒有閒錢 因為畢竟它1000多塊 超級貴的 所以呢 我就是直接試給大家看 它上面有寫說 它都有寫給你看 Deeper shade 然後 Lighter shade 這個 再轉是 Highlighter 打亮 再來是 Definer 那我先從最深的這個顏色 試給大家看 Definer好像是類似遮瑕膏的概念 出來了 然後我實在在手上給大家看 這是最深的 最深的 比較淺的 再來是 Highlighter shade 欸我覺得它這就比較像是 旁邊的遮瑕膏了 再來是 Definer 這樣 這個 Highlighter shade 它這樣摸起來並不是 遮瑕膏欸 這個 Definer摸起來就是真的是遮瑕膏的感覺 然後我目前這樣看起來啊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 Lighter shade 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它跟這個遮瑕就是 Definer 太像了吧 但是 不知道其他支 就是比較深顏色應該 就 它的 Lighter shade 就不會到這麼淺 這麼像皮膚了 可能就會再 稍微的深一點 可能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現在覺得這兩個顏色是還蠻重複的 有點不太需要把這兩個同時放在這個裡面 我現在就實際畫在眉毛上給大家看 那這邊是我剛卸掉的眉毛 我覺得我應該要先用比較淺色的去畫 所以我現在先用它的 Lighter shade 淺色的是畫在前面嘛 正常的眉毛是前面稍微淺一點 後面稍微深一點 慢慢的漸層到後面去 慢慢的漸層到後面去 我今天另外一邊的眉毛是用 Cupup的眉膠畫的 那就是用眉膠畫的它旁邊的線條啊 不會有用眉筆畫的這麼俐落 可是我覺得看個人喜好吧 因為 有些人就喜歡眉毛比較 霧霧的感覺 然後有些人是比較喜歡俐落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喜歡 對耶 它這支眉筆沒有附眉刷耶 所以等於你畫一千多塊買一支眉筆 但是你還要自己去另外準備眉刷 然後我現在先用淺色的 把眉毛塗一塗之後呢 我要用深色這個顏色 畫我的眉毛的後面 還有在前面畫一些毛 我覺得其實 因為你看它的淺色和深色 深色淺色 其實我覺得比較像是冷暖色的差別 並不是真的淺色和深色 所以我畫上去其實沒有什麼淺色深色的感覺 只是把冷暖兩色混在一起而已 沒關係 接著呢是這個highlighter 那highlighter呢我覺得 我也不知道怎麼使用 就畫一點在眉頭好了 讓它可能更自然吧 不要讓眉頭這麼死 畫一些線上去 好像真的有自然一點 接下來呢就是用這個definer 去修它的邊邊 這質地比較像遮瑕膏的感覺 就畫在這個邊邊 阿曬用手腿嗎 阿曬用手腿嗎 就是可以把你剛剛如果有不小心抄出去的地方 用這個修掉 但是我個人我平常如果畫抄出去 我都是用手直接這樣把它抹掉 就是這樣抹出一個型出來 所以這對我來講也不是說特別需要 好那這就是benefit 一千兩百塊的眉筆畫出來的眉毛 這邊是colourpop 六塊錢眉膠 六塊錢美金 差不多 六三十八 一百八 兩百塊錢台幣畫的眉毛 差六倍喔 我現在想要用colourpop的眉膠 把另外一邊眉毛就是畫得好一點 因為平常眉毛我不是會花很多時間畫 那我現在把它畫得好一點 再來兩邊做比較 colourpop也有出很細的眉筆 只是我還是比較喜歡用眉膠 因為我覺得速度比較快 用的也可以比較久 不用不像眉筆就是一下就用完了 那種細的眉筆 因為我的眉毛 大家如果有看我 FollowVogue的女星畫眉毛那影片 就知道 那種細的眉筆阿 很多人都是拿來補縫阿 補一補就好了 但是呢 我呢 我眉毛沒有所謂的縫在上面 因為我的眉毛 整個眉毛都是縫 我用colourpop的眉筆稍微描一下邊好了 這樣子 因為一個是眉膠一個是眉筆 這樣比有點不公平 一定是眉筆 邊邊比較細嘛 所以這個邊邊我就用colourpop的這個 描一下 colourpop的眉筆也是差不多六塊錢美金吧 六三十八 就是一百八一百九台幣左右 兩百塊左右台幣 好了那這就是我兩邊的眉毛 這邊是benefit 這邊是colourpop 我覺得你會覺得這邊的眉毛比較細緻 但是是因為我一開始就用眉筆畫 如果這邊一開始就用眉筆畫的話 我覺得是跟這邊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一開始我是用眉膠 所以就是沒有 當然沒有這邊的線這麼俐落 只是像有些人就喜歡眉毛比較 喔 不喜歡這麼有線條 所以呢 就是看你的個人喜好 然後 嗯 現在轉拉遠給大家看 我覺得它是這個 blown light 就是給金髮頭髮顏色比較淺的人用 可是我覺得這顏色其實基本上 你是黑髮也可以用 對不對 你看如果你是黑髮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如果今天黑人 他的頭髮是淺的 他買了這一支 就是lightblown這個色號 那這個打亮色和遮瑕色 對他的皮膚來講 不就太淺了嗎 我自己有一次有這個 心裡有這個疑問啦 我是不知道benefit有沒有想到 其實是可以用的 但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疑問啦 那 整體來講呢 我個人是 不太推薦買這個眉筆 老實講 其實它是好用的 然後 它的這個設計也很新穎 然後 也是蠻方便的 可是 它的價錢真的是太貴了 畢竟一千多塊 你已經可以買一瓶粉底液了吧 快要可以買一瓶粉底液了 或者是可以買一支口紅了 colourpop的這個眉筆啊 或者是 Maybelline的 也有粗細的眉筆 你要買好一點的 就是還 裡面有附眉粉的 還有那個日本的 沙納也很好用 非常好用 但是就稍微貴一點點 可能400塊台幣左右吧 Maybelline和colourpop都是蠻便宜的 而且Maybelline我都是等澳洲這邊特價 半價的時候 我會一次買個幾支這樣留著用 所以那些眉筆對我來講已經是非常好用了 因為它的頭都是屬於這種很細的 跟benefit是差不多細的 如果你喜歡這種利落線條 你用這種平價的眉筆 已經可以畫出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眉毛了 而且colourpop還有非常多顏色可以選 這種眉膠呢 這罐眉膠大家已經用了 我覺得應該有半年以上 非常久了 到現在就是還剩了 蠻多的 而且我非常喜歡它的顏色 然後用眉刷畫 因為我的眉刷是沒有每次用完就洗啦 所以畫起來可能線條會沒那麼俐落 但是如果你眉刷是每次用完都會洗 都會擦擦畫 可能畫出來的線條就可以像這邊這麼俐落 當然如果真的不小心失敗什麼的 用手抹一下 或者是用粉底液遮瑕膏去刷一下這個邊邊 其實我覺得跟這邊就是其實是差不多的 也是非常便宜 又可以用非常久 那就是因為市面上有這麼多便宜又好用的眉毛產品 我覺得Benefit出了這個呢 就是比較像是新奇的眉筆 並不是一個必需品 因為如果你每天用這個畫眉毛 你想想 每天用這個畫 一支眉筆喔 就是那種比較細的 像Anastasia Brow Wiz 或是colourpop這種 一支比較細的眉筆 我覺得用差不多一個月 一個月多 就會沒有了 所以這一支你就能撐你多久 然後 每次用完就要花一千兩百塊去買 我覺得 真的是太傷 太傷荷包了 像Anastasia Brow Wiz 一直要八百多台筆嘛 我買來 大概用的就是 五次左右吧 因為我真的捨不得用它 就是 它真的太貴了 然後用起來的效果 也沒有說 我覺得特別的好 而且 我自己啦 我本身的眉毛是 就是 不太會脫妝的 所以 就是不管是便宜的眉筆 還是貴的眉筆 我用起來都是不太會脫妝 那如果你眉毛是會脫妝的話 你也可以買一些什麼 眉毛羽衣啊之類的 或是 鋪一些蜜粉 在上一層 就是在上一次眉毛 都可以改善 就是不一定要花 大錢去買 專櫃的眉筆 但是 就是 要不要買 還是看你自己啦 我個人是 不推薦啦 我自己用完 也不會再去買 然後 如果是我朋友 問我要不要 就是會 好不好用啊 你需要不需要買它 我也會說不要 就是你去買 colourpop的 maybe就好了 而且你看 這雖然說 它是三個顏色 加一個遮瑕嘛 那三個顏色 colourpop 買三個顏色的話 因為colourpop的 這個眉毛產品 我也是colourpop 有什麼全管八折的時候 就會一次買好幾支 所以我很少在它 原價的時候買 但是現在就算原價好了 一支眉筆算六塊錢 那六塊錢 乘以三支嘛 三個顏色 乘以三 等於18塊美金 18塊美金 乘以30 現在美金多少 31嗎 32 大概乘31好了 這樣是558 台幣 就可以買到三支完整的colourpop眉筆 然後你還可以選 不同的顏色 就是跟這個一樣 你可以選 深色淺色 打亮色 然後加上這個遮瑕 就是這個遮瑕膏 我不相信大家手上沒有遮瑕膏 或是粉底液 有的話你就用小小的刷子 稍微把這個邊線 秒一下 然後用手這樣推一推 就跟我剛剛一樣 其實這樣就好了 真的不需要買這一支眉筆 其實我很怕benefit就是生氣 因為他們現在在台灣是 算是在instagram上面還蠻多活動的 然後也蠻常寄產品給youtuber的 雖然我從來沒有收過 但是呢 我還是很怕他們會生氣 然後之後有什麼 什麼新品 然後就 嗯 除蕎不需要給他 因為他 講過我們沒筆的壞話 但是我是老實講啦 這還是也是我自己買的 就是 我是真的是 我在我頻道真的 不會騙人的 雖然就是 冒著我以後 完全沒有benefit的公關品 然後完全沒有 benefit的活動可以出席的這個線 我還是必須講我的實話 它不是一個難用的產品 但是它不是一個必須的產品 只能這樣說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然後每個禮拜有禮拜五 晚上 半禮半對待平常方 新的影片 所以不要忘記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到下次見 掰掰